注意看,这个男人实在太狠了 他入手了最新Kyboflex的鼓传导蓝牙耳机 这个耳机能将声音转化成不同频率的振动 透过人的颅骨等部位来传递声音 即使不用将耳机塞入耳道,也能听到音乐 保证你带着听音乐的同时,也能听到别人在叫你 这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假装没听到老婆的声音 再也不能带着耳机装傻了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普遍鼓传导耳机让人诟病的问题 在Kyboflex鼓传导蓝牙耳机上却大大削弱 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 让这个男人不顾家庭的和谐也要入手了 关注接下来的影片内容,我会告诉你更多 大家好,我是Tim哥 其实他的开箱,鼓传导耳机 这两三年是真的都没有接触过 其实阿辉他也有开箱过 然后呢,他也跟我说一定要体验一下 所以我今天也带你来体验一下 这个Kyboflex的新鼓传导的蓝牙耳机 我先简单讲一下什么叫鼓传导的原理 鼓传导是利用振动头骨或耳壳的地方 来将声音传到内耳 那我们一般常用的耳机 则是利用空气传导 经过外耳、中耳、内耳 然后呢,他的神经的传输到我们的大脑 所以鼓传导耳机比我们平常佩戴的耳机来讲 他对耳膜的伤害相对较少 同时也是适合耳道比较小人 像我们安安的耳道就很小 很多耳机对他来说他觉得偏大 所以他挑一拳耳机上的就比较麻烦 鼓传导耳机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根本不用塞进耳道里 那也适合耳道敏感、容易发展的人 甚至于中耳、外耳受伤的人 所以如果你本身耳垢多偏油偏湿的人 或者是容易耳屎的会堵塞耳机 那要固定器的话 我跟你讲 这种人也适合鼓传导耳机 好像是我 我耳屎还蛮多的 手直说的 或是对环境音需求大的人 因为他不用塞入耳朵 所以对环境音不影响 那很多人一定会说 现在耳机有通透模式 但通透模式 一样会有长时间佩戴的耳压问题 那这个问题 鼓传导耳机是不会有的 所以这些是鼓传导耳机 跟一般的耳机的 比较起来的相对的一个优点 那当然有优点也是会有缺点的 那鼓传导耳机最让人诟病的 就是中低音偏弱 震动太强影响使用感受 甚至会有low-in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科技有不断在进步了 所以这些的缺点 Kybo Flex的鼓传导的蓝牙耳机上 都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怎么说呢 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Kybo他们最新的鼓传导的蓝牙耳机 好 那我们来打开一下 打开看 他的这个盒内的内容物有什么呢 打开了 好 说明书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 有耳机的本体 对不对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耳机的充电盒 造型非常酷 对不对 跟一般的那个外面的鼓传导 是不会有提供这种充电仓的 Kybo他很有诚意 而且他是首款附有充电座的蓝牙耳机 有如同像什么 真无线一样有充电仓 所以让你在外出 不用怕很快没电 充电盒 支援一种充电方式 就是用Type-C线来充电 但使用Type-C线充电 要注意一下 就是他有特别说明 他是用5V 1A 就5V 1A的那个规格 然后呢 你能看到这上面 这里还有附一个Type-C的充电线 跟一个收纳带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他的耳机的本体外型 他外型设计 是有没有看到 他紧挂式结合耳挂式的设计 然后呢 整体是采用呢 这边你可以摸摸看 他是矽胶材质 所以摸起来呢 舒适度非常好 重量也很轻 所以很适合长期佩戴的 或者是呢 你很爱运动的人来使用 例如你在慢跑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了 老板 带帽子的人可以戴吗 你这说我吗 当然可以啊 你看 你看 就这样 是不是 而且 真的不会掉 然后呢 他单次使用呢 可以呢 达到8个小时 那搭配他的充电座 就是这个充电座呢 他可以在续航20个小时 所以总续航力 可以到28个小时 而且他支援呢 快充5分钟 就可以使用1小时 那记得第一次使用之前 要先把耳机充饱以后 再来使用 我给你讲哦 他的耳机的配对其实非常简单 不过iOS Android手机的其实都可以使用 不用额外下载APP 只要耳机的左右耳 他的有个触控区 然后长按5秒开机以后呢 看到左右耳的红绿灯 快闪了 就是进入配对状态 然后呢 记得两耳长按5秒 那如果只有一耳长按的话呢 就只会一边开机而已 然后呢 这个Cable Flex 它其实有支援的触控操作 那我看他左右耳有个凹陷处 它就是它的触控区域 所以左耳随便一耳 按两下 就是暂停播放 你在左耳长按2秒上一首 右耳长按2秒就下一首 左耳按一下 就是那个音量调大 右耳按一下 就是音量调小 那通话情况下也是一样 它可以透过触控操作 而且它也配备了 ENC的双降噪麦克风 可以让你在通话的时候 可以过滤掉周围的噪音 而获得一个很清晰的通话过程 那你在没有听音乐情况下 左耳随便一耳按三下 就可以唤醒语音助理 那前面其实我有提到 鼓传导耳机是透过震动来传递音乐 所以当你在配对鼓传导耳机的时候 调大音量 那个震动过于强大 而进而去影响使用体验 还有什么 露音的问题 可能会连你身旁的人都知道你在听什么 因为鼓传导的特性 就是低音的部分也比较偏弱 那这次Kyberflex 它使用环回力挺声道的技术 去大大降低震动的幅度 同时可以保有清晰的中高音 还有沉稳的低音 而且它还运用自己的独创的防露音的设计 避免我刚刚说的什么 那些的影尸问题 我觉得讲那么多 应该找后置妹妹 我们来试试看 我猜她应该也没有带过鼓传导的耳机 我看到她反应怎么样 效果跟中高音 你自己的感受呢 是不会有那么明显的重低音的感觉 但是音质其实就是还可以 你觉得戴起来习惯吗 不会有压迫感 对 还蛮轻松的 刚刚安安音室听完 其实你只要声音的控制在60%到70%的时候 坐在你隔壁的人是听不到的 但如果你开到100%的话 我跟他多啥就会听到的 那最后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功能很棒 就是它有支援多装置的连接 也就是说它可以同时连接两台设备 例如手机跟笔电 之间可以做一个切换 只要你连好手机的蓝牙断开以后 再连接笔电 打开手机蓝牙就可以搞定了 不用重新它连蓝牙很麻烦 而且它还支援了IP55的防塵防水 所以在运动的汗水或碰到雨水 当然也没有问题的 但就是你不要拿去浸泡在水里面就好了 老板 现在你说这款是他们的最新旗舰款 那有没有入门款一点的 推荐给像后置妹妹这样没有接触过的人 我跟你讲 一定有好不好 这就在旁边啦 嘿嘿 这两个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鼓穿导耳机的话 我也会推荐 就它的 Keyball Box 它这个外形的比较像一般的无线耳机 结合的鼓穿导特性 所以多了这个耳翼 可以提升耳机的稳定度 有一个耳刮的设计 你看是不是很像 它单次使用可以达到4小时 搭配充电盒的话 总需要可以到20小时 全机也可以触控操作 那一样你双级左耳或右耳 你一样可以触控播放暂停 然后长按左耳2秒是上一手 长按2秒就下一手 那这部分跟Keyball Flex差不多 有趣趣的粉丝也可以参考购买后 它有里面的详细说明书 你可以自己去把玩看看 然后它使用13.7毫米的 鼓震立体声音学的技术 所以它有具备Hi-Fi的强劲低音 那跟这是以往的鼓穿到耳机的弱点 但是在Keyball Box 在它的身上也大大的改善 我自己实际的体验看 我觉得它的低音其实是表现还蛮适中的 另一款Keyball Verse 它外形跟Keyball Flex一样 都是颈挂式结合的耳刮色设计 但是右侧有一个实体的电源按键 跟Type-C的充电孔 认真说它的各方面 其实跟Keyball Flex都是蛮接近的 而且它有支援多装置的切换 也可以手机电脑之间的自由切换 然后它也有穿戴侦测 拿下来就会自动停止音乐 戴上去就会继续播放 一样有触控操作 所以双击两下 一样可以播放暂停音乐 然后连续按三下就是下一首 但是没有上一首的触控方式 这个地方跟Keyball Flex的触控方式 还是有些微的不同 我觉得这部分你也不用太担心 常有它的说明处的教学都对 它一样有IP55的防塵防水 它也是使用14毫米的鼓穿导扬声器 那声音偏立体 我觉得中高音比较多 但是低音偏的比较少 但是还是蛮有力的 然后它的使用时间叫Keyball Flex 稍短一点 但是使用6小时 那如果没有搭配它的充电的话 我觉得其实6小时也很够用了 如果你今天运动日常外出使用 其实除了有余 那整体重量很轻 它只有27.2公克 所以长期佩戴也不会有负担 加上古穿导特性 所以耳朵也不会不舒服 以上就是我这次开箱 Keyball的古穿导耳机 我自己觉得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 但我必须说古穿导耳机的定位本身 跟一般的耳机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做一个选购 算是提供给大家 除了一般耳机以外的另外一个购买选择 所以害怕入耳式的耳机朋友们 或许可以试试看古穿导耳机 Keyball它作为古穿导耳机的专家 也有不同款式 你看这边有三款 也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如果想要尝试古穿导耳机的朋友们 可以先入手Keyball Buds 但如果你对于古穿导的 已经有一些很基础的一些了解 你也可以参考 Keyball Vers或是Flex 那价格有差 那功能还是有差别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再去挑选 希望每一个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耳机 有问题啦 有问题啦 下面留言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